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本节目 那么今天加选指数 再度的写下一个波段的低点 那我从早上看新闻 一直看 看到了下午 几乎没有一个人出口 会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可能会落底 这个地方可能会往上走 那以技术形态上来看也是 今天加选指数来 盘中再创一个波段的低点 成交量是996亿 说真的啦 你要一个形态止跌反转 就只有两种讯号 我相信大家今天听了很多 我也不再赘述 一个叫报大量 一个叫量级缩 那900多亿它不是报大量 它也不是量级说 那你该怎么看这个盘 因为现在是晚上的节目 你先把心给静下来 你最好是把刚刚你看的这些财经的新闻 全部把它给关掉 reset一遍 用一个空白的思想来看这个大盘 那我先给大家这个结论 希望大家以后一定会去看到这四个字 就会知道我要跟你表达什么 来 我今天送给大家这四个字 叫做匹吉泰来 那重点不在于匹吉泰来 重点在于关键的转折 你要做对动作 今天大概90%的人会去数落 哪些股票破底 哪些股票往下走 哪些股票这三个月跌了多少 但是我认为那个对投资朋友 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当你今天早上看到这篇报纸 有四个征兆告诉你 台湾的景气麻烦大了 那么国际股市没有风没有雨 台股却因为内部的问题 暴跌了140点 啪啪啪啪写了一大堆 可是问题是 当6月1号台股破季线的时候 其实股价 或者是加圈指数 早就已经领先基本面 所以当你看到这四个征兆跑出来 你今天再回过头去想说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台股跌那么多 有意义吗 我认为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当你今天看到盘中 收盘的时候总共有60家跌停 那么跌的加速上市有626家 上贵有584家 加起来1000多家再跌 我请问你 你看到了什么 很多人就会看到自己口袋里面的股票 有的是被逼着 或许今天就要做一个决定 有的是可能明天开盘就要做决定 那更幸运的人是 你在更早之前听到我们跟你所提示的 高档万点之后 周线的破线 你有避开这一波1500多点的下杀 你现在应该想的事情是 那真的还会再继续坏下去吗 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告诉你 你如何去把自己的资产配置给控制好 你现在会看到很多人跟你拼命的介绍一些 空方的股票 我不可否认 我不可否认 从8000多点涨到9000点 9000点涨到1万多点 还是有股票不断的在破底 而且默默的破底 最近是破的更凶 但是有些股票 它却是逆势的在往上走 所以你如果问我 现在到底要做多还做空 我会告诉你 各取所需 如果你认为说做空很快很好赚 我们也有空方标的 如果你认为说 我坚持要把我亏损的部分 因为做多你也知道 10块钱涨到100块 你可以赚9倍 100块钱跌到10块钱 你憨不吝啪从头抱到尾 你也只赚9成 所以9成跟9倍的差距 就决定在于你的动作 不是吗 所以你现在要做多还做空 我只告诉你一个结论 接下来两天之内 会有一个表态的动作 这个关键转折 你一定要做对 你一定要做对 你今天听了这么多利空消息 对于来讲我认为说一点帮助都没有 一点帮助都没有 因为你在规划你资产的时候 或者是拟定任何的作战策略 你的分析跟你的决策 都只是为了赢嘛 不是吗 你今天不是赢家 你是短线的输家 那也没关系 短线的输家要告诉自己 我下一次的决策 我下一次的资产配置 我下一次的作战策略 我下一次的动作 绝对是要赢 这个才会是重点 不是吗 所以我们在告诉各位 看盘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断的提醒大家说 有风险你要面对它 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看 大盘跌了1500点 你认为现在做多有力 还是做空有力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都告诉你自己 现在好像每个人都在讲空 做空好像很好赚 其实做空最好赚的一段 你已经错过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在讲 5月13号的时候 台股周线会破 很多人半信半疑 因为涨到1万点 拉回来很多人说 有选举行情 再创一次高点 我当时就打了一个大问号 这种爆量出来之后 并没有往上再滚量 以技术形态上面来讲 这个破掉之后 就会很糟糕了 很糟糕 基本起跳是9024点 那么最糟糕是8501点 结果连昨天8501点都破了 不是吗 所以我们在讲台股的时候 我说过了 现在你要去讲空 真的很容易 因为很多股票随便 你今天看嘛 跟我刚刚秀给的那张字卡 这跌停板 我们现在是10%涨跌幅 跌停板竟然可以60加 那么你去想 讲空是不是比较容易 真的来讲空比较容易 但是有多少分析师之前 在高档不敢告诉你卖股票 现在拼命在这边叫你空股票 不是吗 我当时就讲过了 你要去卖掉转空的股票 或者去放空转落股票 因为台股价相对高点 起跌第一周 才刚开始 当时还在9348点 可是我到上个礼拜 我就告诉你 技术形态上面来讲 它已经回到了起场点 所以你要把握反弹 那反弹的过程里面 你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你要去卖掉弱势股 跟空弱势股 换股才是关键 不是吗 所以台股往下跌了 你回过头来看 我当时的警告都是对的 外资狂买 为什么台股会破线 很奇怪 对不对 后面连线人家说支撑 我说连线不是撑 不是吗 台股跌到8482点 我说8482点 已经跌到第11天了 所以我特别告诉你说 当你看到整个市场 抽云产物包含今天 我看到的是机会 毕掉了1500点的下跌 你才有机会在这边做多赚钱 所以今天台股再算波段新低 刚好第12天 我还是告诉你这个结论 来放在这边 今天的算股论 今天要告诉你这个结论 由于季线跟指数的乖离 已经开始扩大了 而且扩大得很快 那么低档60分钟线 已经开始产生二度背离 所以当你看到全面性的利空 包含融资的自行出场 那么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未来台股一旦量急缩 或者爆量1100亿到1300亿 反弹的讯号即将展开 就整个格局上面来看 就回到我刚刚那张字卡 6月1号台股破季线跌到了今天 你说它还有多大空间可以跌 我不知道 但是就技术形态上面告诉我 已经跌到8501点附近了 你再怎么弱再怎么弱 你都会有一波技术形态上面的反弹 因为基本面台股早就已经领先反应过了 你看到第二季台股的 台湾的GDP这样子往下倒 你心里面凉了半截 可是股价早就告诉你 我早就知道了 不是吗 所以今天台股来加均指数 从9500点往下算 840点附近开始出现指标二度背离 这是反弹的契机之一 契机之一 包含你看到这些指标股 包含汉维科 联发科 红结科 全面的往下重挫 那它已经告诉你了 之前的强势股 最强势的股票 已经开始补跌 包含大力光 所以你在这边要做空 或者是做多 我没有意见 各取所需 选对股票 它才会是重点 它才会是重点 所以这一波讲到电子股 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很关心电子股 因为你70%到80%的基金 一定分配在电子股上 那这一波你没有避开电子股了 我觉得很可惜 我在6月5号已经谈过了 我不再赘述 重灾区会在哪里 当时我讲过的股票 党党后面都破底 而且重挫 对不对 跌到了这个位置 我觉得已经开始进入了 所谓的支撑区 如果最差最差 最差是什么 电子指数它来到这个位置 它至少会做一个头肩顶 什么意思 破底之后往上穿 去交代这个技术形态做对称 它才有机会再往下一波 那你会说 哇 薛老师 这样子破底之后往上穿 到底会穿多高 就看接下来的量能变化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一件事情 一旦当痞疾太来的时刻展开了 你可能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你要在发生事情之前就做好规划 就把所有的动作给模拟好 就像我们这一波 从高档这样子跌下来 我不断的告诉过你 当时我们就去算了 如果再相对9500点 9800点做多 胜算有多少 当时做空的胜算有多少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对耶 薛老师你当时抢 9800点去做多 空间比较大 还是往下做的空间比较大 不是吗 所以算股论金 什么叫算股论金 现在你看到很多公司 出来下一季 包含第三季的展望 都已经往下调了 股价也都反映了 你要去想 如果第三季最差 第四季会稍微 我们不讲回升 稍微好一点点 我可以很大胆的告诉你 有些股票跌到底 光反弹就三成 好一点的有五成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们相对高档的时候 讲过的事情 现在我跟你预告的事情 未来都会验证 都会验证 所以等一下休息回来之后 我要来提醒你 既然方向已经 差不多快出来了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 手上套脑股票 该怎么处理 等一下我会提起两个股 比较大型的股票 你手上一定有的股票 接下来你要去布局 什么样做多的方向 未来会涨三成五成 不说帮你全部讨回来 至少你在这波的风暴里面 你要全身而退 甚至反败为胜 都是靠接下来的节目 接下来之后 我马上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兮兮的 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试能检测 体试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是有体试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营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 这里的教练亲切要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回到现场 那么在股票市场里面 这么多年 其实这种情况 你不会是第一天看到 你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看到 所以在股票市场 我们讲求的是什么 是当你每做一个决策的时候 你要多去算 孙子兵法告诉你啦 多算胜 少算不胜 更何况你连算都没算 看到股票涨你就追 看到今天股票杀 你就跟着砍 那么操作的过程 每一步都要很细腻 算股论金 怎么样去把股票 好的方向给算出来 坏的方向给算出来 好的坏的你都要算 你才能够赚到满桶金 你要去精算产业 精算公司 未来一到两季的基本面变化 就好比说 就好比说 我在6月5号讲 电子股你要去避开了 包含的花雅科 TPK 易光 金电 轰达电 这些股票 当时我们算出来是什么 未来公司 下一季的展望会不好 当时还在6月 就已经领先告诉你了 不是吗 现在你回过头来看 两个月的时间 很多股票修正再修正 今天跌再跌 跌到了这里 一堆人跑去追空 当然如果你今天空 马上它跌停板10% 恭喜你 你就可以马上补了 可是问题是 很多人是在这边才听到 这边讲多了老师 怎么这边再追空 讲得好像义愤填膺 我早就跟你讲 哪些股票转弱 那你回头过去想 他们过去花了多少时间 在告诉你 布局标股 那我们说什么 高档转弱你不空 在这边你再空 空间有多大自己算 我认为几率不太高 就技术形态上面来讲 这边会有一个右肩反弹 反弹到这边叫做标准 那反弹再高一点做对称 随缘 至少它现在已经有几个讯号跑出来了 包含了最近的强势股在补跌 包含了电子指数低档60分钟线 你也有机会背离 所以当你在做多做空的时候 参考的数据要很多 所以我今天大胆给你送四个字 这四个字你收着 匹极会太来 当你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时候 就叫匹极 什么时候太来 当你用做多的时候赚到大钱 你就会太来 那很多人讲说 徐老师我手上好多的股票套牢 你之前讲我没有再听 那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有反弹就随缘 看弹国高你该砍你就砍 反过头来讲 如果你这一波是跟着我们做空下来的 像TBK 如果你做空有跟着赚到的 那你要回过过去想 TBK还能够再跌到哪里 第三季的营收 预期之中它本来就会拉上来 如果没有拉上来 那么就表示公司的营运有点问题 但是它如果拉上来 股价一定会领先告诉你 所以3673 TBK 来 左燕反弹对不对 今天再往下做一个压回 这几根的量很重要 你持有TBK的人 不要冲动 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 因为是193块我告诉你要卖的 告诉你要放空的 不是吗 还有这些股票 华雅科南雅科 列一个系列看 52块3毛钱 跌到17块1毛5 破底的过程里面 我天天讲 你没有卖就算了 接下来要等反弹 反弹要减码 反弹要减码 包含的景硕 我之前就比较过了 对不对 这个都是反弹减码的股票 你要抢反弹的依据有几个 下一季或者是这一季 它是最谷底 下一季它会往上走 或者是接下来的营收会往上走 你才能够去抢反弹 如果接下来 第三季包含第四季 它的营算是往下看的 市场展望还是往下看的 法人还是往下看的 它反弹你不要去抢 你是要逢反弹 减码 换股 这个有差距 不是说哇 接下来我们看 好像股票都要反弹了 所以毛起来都乱买 不对 你要算股论金 把每一档股票都给算好 你抢这个反弹要抢多高 它会走多远 你要去想 你要去算 算好了 觉得OK了 才出手 才出手 所以有些股票刚刚破线了 像2474可乘 现在来到年限 我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它来到年限 我认为撑不了几天 撑不了几天 所以你要把握 你要把握 那么有些纺织股 过去已经拉很高的 31块6毛钱 拉到173块的利勤 你也要特别小心 你也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种股票 不是基本面不好 是你要提防 法人的城市卖压 因为整个纺织产业 在下修本益比 为什么会下修 是因为之前有些电子股 它跌的 让法人真的是 大概没有看过这种产项 我举一个例子 宏达电 1200多块 1000块 900块 800块 700块 600块 600块 8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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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跌 跌到65块 你没看过一档电子股 这么惨了 对不对 当你的投资组合 尤其是法人 投资组合 它必须被逼着 去调整的时候 它就会给一些 比较稳定的产业 去比较高的本益比 就好像之前的纺织股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大家都跌下来了 所以 纺织股 它的本益比 也会往下调一点 这是原则 这是原则 讲太多 你可能不太懂 你去记住就好了 所以红打电 我们昨天特别提醒 这边叫转强 这边叫缺口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所以 很多人在提 徐老师 如果我接下来换股 我要去换到 什么样的产业上 我说你要去找 现在还有机会成长 而且是稳定的成长 筹码是相对安定的股票 做布局 就好比说我们之前 布局过这档股票 仅得171块钱 后面你真的验证 徐老师真的 171拉到270 大盘再跌 他拼命的往上涨 我说我们在270卖掉 今天的景德 回到哪里 回到171 170你买这边赚钱 270你买这边 怎么变赔钱 所以你要去精算每一步 我们买的每档股票 他接下来 下季会怎么发展 接下来的毛利会怎么变 接下来他的产品 会怎么去造成 他的营收的转换 都要去算 算完之后 你出手的位置 搭配技术面 然后不要贪 股价早就领先反应了 领先反应了 就像现在台股大跌 他早就领先反应 我们上一季出口的烂数据 早就跟你说了 你要等到看到数据 才在那边慌吗 不错了 所以我要告诉你 你错过了景德没关系 昨天给你一个大方向 你要去特别记住 这个叫偏冷门 可是问题是 他未来会变成大热门 路克风医美 这块市场 如果我们好好的掌握 其实他不输给 电子股的产值 我讲真的 所以你回头过去看 今天台股这么不安定的环境 你怎么去布局 我认为说 要布局稳定成长的产业 那个筹码才会安定 短线上虽然有震荡 可是看好的人 就越来越集中 所以根据工业院估计 全球医疗美容的设备 到2015年将到达 52.2亿美元 买这么多设备要做什么 难道是拿来放吗 不是嘛 你买那么多设备 代表说你有这么多的客户需求 你有这么多的客户需求 代表什么 钱就会进来 业绩它就会成长 这是相对的嘛 要不然你买对设备 难道拿去放吗 不是嘛 所以当美容设备 在往上走的时候代表 服务这一块也是在往上走 所以为什么鸿海 在过去要跟所谓的训练去合作 成立什么 预防医学中心 这个才是重点 不是嘛 所以当整个大方向会越来越集中到 有具备竞争力的产业跟公司的时候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像6414的华瀚 为什么台股跌了1500点跌到这边呢 它还在这里 机器人就是未来的趋势 这一档股票你做高价股也可以特别留意 高支太强势整理 台股跌完之后 它会往上走 所以同样的道理 来 我昨天提到这一档股票 做医美的 也是一样啊 报完量之后 如果台股这样子杀 理论上它早就应该破线了 对不对 这是它今天的日线图 还好好的停在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关键的位置 你去做关键的布局 当市场一片悲观 为什么这一档股票的筹码 越来越强悍 放到这里 你有没有看到 报完量之后量急缩 如果一档股票 它的体质是不好的 它不会停在这里 忍耐大盘的震荡 所以医疗市场 在未来的发展里面 尤其是这一波电子股 在红色供应链跑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 对 怎么大陆一砸钱进去 我们看起来 好像很大厂的这些公司 个个都股价倒地 所以你还去精挑细选 你的钱该放在什么位置 最安全 所以如果你这两天 在震荡过程里面 有特别需要的 尤其是特别需要 手上持股 赶快做一个处理的 那么欢迎你 大惊喜 欢迎你大惊喜 祝贵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世纪步雷 未经许可不吝 未经许可不吝 达人订阅 别来